我们早上是不是大概告诉你了 就是2013年到2016年 它是不是逐渐上升 对不对 对 它的销售来去看的话 它确实是逐渐上升 可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我们有产品的类别 类别有看到吗 以这张图来看 我们是不是有类别 然后它的销售额 它卖的最好的类别 是不是家具 然后技术 办公用品 对吧 这边画出来的结果是长这样子 那可是我们通常 我们在 就是报告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们让老板先看到 2013到2016年 它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发现2016 它是逐年增加 然后2016年 它是最高的 高达5.49个百万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2016年 它的销售 主要的销售 它又是以什么为主 在这个地方可以发现 它跟产品类别的变化是一致的 一样是家具多余技术 多余办公用品 有看到吗 我只是在报告的时候 我只点了一下 可是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老板会也想要知道 那2015到2016的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 2015年表现比较好的是技术 可是到了2016年 表现比较好的是谁 是家具 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而且你就只是点几个 点几个 那个叫并 并知道吗 直条图 为什么我们叫并 B-I-N 并就是条 就是一个数 那个条 那个就叫并 为什么我们点这个并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这些现象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会不会更加可以展现你的专业 可以了解 这是以色列做不到的 那要做到这件事呢 我们就必须要装 例如说 Power View 装Power View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哦 以整体性来去看 我们知道说 那个各年的子类别产品 刚刚已经说 主要是 主要是2016年 是不是家具增加 对不对 对 因为2015年 家具是不是排第二年 2016年 家具是不是冲上来到第一名 那是不是主要2015到2016 是以家具为主要的变化 可以哦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2016年呢 2016年 甚至你去看家具有哪几个 第一个第三个 其实你主要看这两个 主要看这两个 可以吗 点了家具之后 他就会告诉你第一个 书架是家具 椅子是家具 请问气具是不是家具 不是 可以吗 这是从那个文字上 你要先懂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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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个 主要的变化是 是什么 书架第一 气聚第二 然后椅子第三 可以吗 0.83 0.7 0.6 2015 2015不是 2015是气聚第一 然后书架跟椅子 第二 其实对不起 影印机是第一 所以请问 从2015年到2016年 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书架跟椅子 它的成长 意思就是说 2016年 主要是以家具 销售 变化 为主 然后 然后又可以分析出来说 是书架跟椅子这边的电动 比较高 这样有听得懂 这个故事 这样子是不是 你报告出来会具有那种什么 说服力 而不是只是告诉他说 老板 你这2016 卖得比较好 那要做到这件 你们想要做到这件事 之后你们两个人点头 这样其他同学我就不管了 等下你们两个优先权 提问 要不要做到这件事 要 一定要 如果 如果你现在是比较量 比较销售量 这样准不准 这样好不好 不好 例如说好了 花莲 那个iPhone卖的 跟台北市卖的 花莲卖10年可能都卖不到台北那么好 那如果你只看量的话 就不可以用量来算 最好是用什么来算 率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牵扯到使用函数了 这样才能够比较公正的算法 这样才能够比较公正的算法 可以哦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把这一套 怎么做到 先教你 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再学一下那个函数怎么样用 好 我现在就先把它存档 然后关掉了 记住哦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哦 你要在2016的环境底下 作业哦 你如果说用之前那个版本 Python 没有这些功能 所以你就要跟我说 哎 老师为什么不能装 Powview 我就会先问你一件事 你的版本是什么 你要记得告诉我 老师 我不会 我不知道我的版本是什么 那你就这样子来去看 点选这个 Windows 你看这边 它是不是会后面告诉你版本 我要知道那是哪一年的 可以哦 2016它这边就会显示 2019它也会显示 那如果不显示的 那你就大概知道说 那绝对不是16或19的 那16可以做 2019也可以做 好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早上是不是有下载了 下载里面有一个超市范例 我们就快速点两下 打开超市范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要先做格式化为表格 请注意哦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请选 例如说蓝色 记住一件事 这个有标题的表格一定要打勾 因为它真的有标题嘛 对不对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请把这个 这个资料表是不是订单资料表 所以请把表格资料表工具设计 请把这个地方定义为叫做订单 好 这样子我这张资料表是不是就已经定义好了 资料范围为表格 也就是我定义好叫做订单表格 订单表格没有问题哦 那请问会不会设定退货表格 会 第一件事情 邮标不可以在这边点 这边有没有资料 没有 一定要在这里面哦 只要选一格就好了 它等一下会自动扩大 好 然后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选红色 记住哦 这个有标题列的表格一定要打勾 因为这本来就是标题 然后点选确定 请把这个表格名称呢 叫做退货 就像例如说 我到时候会失望分析一件事 哪一个纸产品退货退最多 我们要比的是数量 对不对 就不是在比金额了 好 那这是第二个设计底下的退货 再来我们做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资料表呢 一样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选绿色 记住哦 这个有标题的表格一定要打勾 确定 请把它就取名叫做销售人员 请把它就叫做销售人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我怕你中间会当机 因为大数据分析嘛 我怕等一下你做一做 你做到一半会当机 所以麻烦你做完 你就档案 那么先另存新档啊 另存一下好不好 例如说我现在取名加今天的日期 加了今天的日期 好 我只要以防万一当机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已经做好的内容 继续往后做 好 所以麻烦请先把三张资料表 全部都用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先定义好 来请各位动手做一下 然后接下来 其实你没有这个PowerPever 因为预设大家用Esser不做分析 不用做到大数据分析 所以没有这个PowerPever 可是因为找上我的电脑啊 我全部要先测试完毕嘛 所以我就把这些必须装的软体 全部装 已经安装完毕了 好 所以我现在呢 我必须要把这个PowerPever PowerView 全部都叫进去 怎么叫呢 档案 选项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制定功能区跟快速存取工具列 请选 对不起 都不是选择 是选争集 你们知道什么叫争争集吗 我们讲那个外挂功能好了 外挂功能 或者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中华电信那个网路安装好Wi-Fi 你是不是要去做频宽测试 或者是那个网路 网路到底顺不顺 对不对 你可能会装一个小小的测试程式到电脑里面去 就很类似现在这种感觉 那我们现在因为要去做什么 做大数据的分析 刚刚那件事情叫大数据分析 不想要各位能不能理解 然后资料表的联动 还有大数据分析有很多技术类的提升 这都是Excel做不到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Power BI 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套件 放在Excel里面 你需要就把它打开来 所以点选真一级 所以记住 1点档案 2选项 3点真一级 4管理这边 管理这边请勾选 come真一级 可以吗 然后执行 请把这三个选项都打勾 第一个是Power Map 第二个Power Piva 要不要大家念一下 Piva 你知道这是中文字是什么意思吗 枢纽分析表 可以吗 枢纽分析表 所以早上我们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 那边教你那个枢纽分析 其实就是为这边铺路的 因为你大概已经懂怎么做分析了嘛 所以这边它有一个Power Piva 还有我们是不是要去画一些图 那个视觉画就是Power View 好所以这三个都打勾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Power Piva了 好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安装Power Map Power Piva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Power View了 那请问你从Power View是长这样子吗 对不对 可不可以点一下常用 是不是就回来了 好 只是你不习惯看那个Power Piva就对了 那我们呢 我是把那个Power View放在这 我喜欢放在资料的最右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做资料分析 当做把它放在资料 这个功能标签底下 可是事实上它有没有放在这里 没有 好 我现在教你做出来 做成长这个样子 如何把Power View放在资料功能标签下面 放在资料功能标签这个位置 第一档案 第二选项 第三功能区 我刚刚是不是说我要放在资料下面 资料功能区的里面 所以要点自动功能区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先把这边先移除掉 我先把这边移除掉 确定 我这边是不是就没有东西 资料底下是不是就没有东西 对不对 我现在要实际做给你们看 资料 好 档案 1点档案 2选项 3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自定功能区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在资料 资料 他本来可能长这个样子 资料这边这个加点一下 大纲这边点一下 请点新增群组 这个新增群组 我希望等一下在这个地方呈现叫做视觉化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透过重新命名把这个新增群组换个名称 所以请点重新命名 第一件事情 我喜欢给他一个颜色 颜色 感觉就是等一下我要画这种彩色图就对了 再来请把名称改成视觉化 确定 这边是不是就多了 资料底下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做视觉化 他会告诉我这是制定出来的 可以吗 然后还没结束 我是不是要找到Power View这个功能 Power View在哪里呢 请找所有命令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请切换到所有命令 然后请你稍微往下移动一点点 稍微往下移动一点点 就是这个卷轴啊 稍微往下移动一点点 大概移动三个 你就会看到这个Power View了 请选Power View 这边是在自视觉化 这边是Power View 然后把这个Power View点选新增 他就把Power View放来视觉化的下面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 你就有资料功能标签底下就有这个Power View了 所以请你们我的意思说 请你们第一要有Power View功能标签 第二要有资料底下要有视觉化底下的Power View 这样你等一下就可以做跟我一样的那样子的视觉化效果了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等一下我再去看你的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是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三张资料表 我现在要教你建模这件事 什么叫资料建模呢 所谓资料建模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是不是有三张资料表 然后这三张资料表我都已经定义好为表格了 所以我要把表格完成建模 建立模型 建立模型 举例来说好了 我现在要去包水饺 我希望每一个水饺包出来的形状都一样 所以我就去买那个模具 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那为什么它叫建模呢 因为我最后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我2016年资料是不是已经放进去了 可是我会不会再继续放2017年的资料 2018年资料 会呀 我放进去之后 我会希望说我的那些画的图不用再重画 也是靠现在我教你的这一招 所以变成说我只是把所有的这些资料 我先建立好那个模型 然后后面我画哪些图 会随着你在新位给它什么资料 再去做应该叫做长大 就是往右边成长 可以了解 大数据分析 记住一件事 它就可以改变我们routine 就是类型性的工作 你就不用每一个月在那边重新画统计图表 不过这要等到我们整个做完 我最后才能教你这件事 所以现在我们要先做建模建立模型这件事 我要先把资料表建立进去 建立到这个模型 所有的修改都是在模型中修改 不可以在来源资料中修改 各位知道什么叫来源资料吗 现在这些资料都叫来源资料 所以我必须要把现在这些来源资料放回去 放到power pivot里 它就叫建立模型 所以这边我们要看到 现在我们是订单 你游标随便放在任何一个订单的任何一格 然后power pivot里下去 加入至资料模型 请点 点了一下以后 它就开始跑 它这样算跑完了吗 应该根本就没有跑 所以我们再重新再点一次 因为我不晓得刚刚为什么不跑出来 这个画面 好 跑完之后呢 各位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刚刚的ecell 这是刚刚的ecell 然后这是power pivot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档案可以吗 这个是power 这是ecell 这个是power pivot 而且是什么呢 适用于ecell的power pivot 当你做完这件事的时候 我刚刚是不是订单 然后放到加入至资料模型 对不对 我是不是点了它 然后它就会做出这样子的结果 这边会有一个订单 而且订单下面也有像超连结那个图示 好 请问做完之后呢 我要做什么 需不需要刻意储存 不用 不用存 直接关掉 你要存也是直接存这个地方 要存就存ecell这个档案 然后退货 是不是游标落在这里面 加入至资料模型 是不是就做好了 这边是不是就有两个资料表了 这个模型里面是不是就有两个资料表 好 关掉 再来销售人员是不是随便你看你要点哪一个 就是不能点这边 你点这边你加入资料模型 你不可以加一个空白的资料进去模型 好 所以一定要点这边 然后点选加入至资料模型 这样是不是有三个资料的表格在这里了 我关掉了 然后储存 我不是在刚刚powerpiver底下存 我是直接在ecell里面存 好 你看现在我把它关掉 然后重新打开这个档案 那你会说 那刚刚做的powerpiver在哪里 刚刚做的powerpiver 我把订单加入到powerpiver的模型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点这边 那你现在要怎么看 你要点选这个管理 你才会看到刚刚你曾经成功建立模型的那三个 可是记住一件事 你要在以色谣里面存档 我刚刚刚是这个档案 对吧 好 你看一下我点powerpiver的管理 绝对有那三个 绝对有那三个 有看到吗 这个档案不用存 这个powerpiver不用存 因为它是适用于ecell的powerpiver 其实它的真正的意思应该是说 附属在这个以色谣案里面的powerpiver 所以这边是不用存的 可以吗 我只是要刻意告诉你这件事情 所以请把它关掉 因为当你做完的时候 你的powerpiver建立模型有三个资料表格 很重复的在做这件事 你有十个 你就要重复做十次 全部都要把它丢到资料模型里面就对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建立资料模型 首先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你要检查 你要检查 到底刚把资料加入至资料模型 到底成不成功 那么你就可以点这个powerpiver 管理 管理各位知道吗 管理是什么意思 管理这个powerpiver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订单退货销售人员 那就代表说我们已经把所有资料都放进去了 那如果有两个 你就再把没有做的那一个把它补上去 可以 还有请问可不可以重复做 不可以 因为可是你会到时候一定会遇到这件事 老师我资料 我的订单我有增加了2017年的资料进去 对不对 那你不是做加入制资料模型哦 那是做什么 假设你今天加了2017年的资料进去 请问你要点这里面的哪一个功能 如果你的资料是2017年的资料 已经放到订单里面 你就要点全部更新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因为你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加资料 请问我们是不是中华电信算资料分析的 比如说我就只要分析到2016 12月31号就好了 之后的事情不用来找我不可能嘛 一定是2017年要自动的再把资料放进去 2018年资料也要放进去 他图要自动画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做这件事呢 只要重新整理就好了 全部更新 好我现在就先关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我们先把那个软体的安装做完 软体安装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点选这个 资料底下是不是有一个power view 对不对 然后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这个电脑没有安装silver light 这边 这边你就会出现一个没有安装silver light 那既然没有安装silver light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你就去安装 可以吗 然后安装的时候麻烦请选对哦 你要安装windows还是安装 我们都叫那个make 你要装卖金卡还是要装windows 当然是选择windows 可以吗 选那个windows点下去之后 然后记得选执行 他就开始去执行了 他就帮你安装完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已经装完了 所以我没办法开那个画面给你看 可是等一下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装一次 就是这个地方 他就会说 你的电脑没有安装silver light 那你就现在点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 最后你要点重新整理 安装完毕之后 最后一件事才是点回来点重新整理 你就有现在我这个画面了 好 所以来 对不起 我觉得我还是开我的影片给你们看好了 不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压子听雷 我们现在所教的内容叫做 ecell power bi 所以你也可以回去看我这段影片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输入我的姓名 然后ecell power view silver light 安装 我都会打一些关键字 可以吗 我已经放了差不多2700多部影片 放在网络上了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什么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相对的找出这个影片 然后直接请你自己去看一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这边给我的赞哦 知道吗 这只是我小小的一个 我先快速跳到 你看哦 在 我先这边不讲了 你看 这个 我是不是点 power piver 好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 我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点 资料底下的这个 power view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会开始去侦测 侦测 我有没有power view 然后接下来 你就会看到这个图示 他说 安装silver light 有看到吗 安装silver light 然后 重新再入 应该有看到这两个 他说因为 我们现在要用power view 可是我们必须要安装silver light 我们才能够去使用它 安装好之后 请按一下 重新再入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点 安装silver light 点下去 这个安装silver light 之后呢 好 记得就点那个执行 然后你就会看到说 这一个画面 你就直接点立即安装 什么都不用点 你就直接点立即安装 然后就装 好 装好了 是不是下一步 你就点 然后关闭 关闭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回到这边 记得点 重新整理 然后他就开始跑跑跑 好 最后就出现像我刚刚那个画面 有看到吗 这就是silver light的安装过程 换你们动手做咯 那我们现在这个ecell呢 记得赶快全档一下 好 首先 首先 他预设这边我有 你们可能没有 不重要 有的话 我也是把它delete 因为我要重新开始交 这就是powerview powerview呢 它分一块 这一块就是powerview 真正画图的区域 然后这边叫做筛选 第二块筛选 再来这是powerview的栏位 所以就三块 可是我觉得第三块又可以区分 这边是所有的栏位 这边是栏位请单 不过你要不要分 我觉得刻意的从这边 这个是我们视觉画图表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筛选 这是我们的view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如果我现在我想要去取得各年销售统计 就早上我们不是有在分析一件事吗 各年销售统计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做到这件事 因为你这边你要是直接勾订单 订单 记得吗 订单里面 以色尔书牛分析表 它是不是已经帮你做好一件事情了 它是不是有年跟季 这边没有 可是真的以前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把它拿掉了 好 没有没关系 还是我自己把它加上去 顺便我们加紧学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做法是不是点选订单日期 然后拉到最下面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 对不对 就是这边是不是每日的销售 每日的销售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这边总共 这一套软体呢 它就只能 这个小小的套件 它只能画十种图 哪十种 横条图 一二三 三种咯 直条图 四五六 可以吗 七八九 十 就只能画这十种图 可是至少这边有散布图 可以 好 所以到时候我还要教你动态 请问这边是不是画好了这个 订单日期勾选好了 也勾选好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选这个 堆叠纸条图 它就画好变成这样一张图 可是这样图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是一天就画出一个并 那总共这里面是不是有100多天 1000多天 4年是不是1000多天 所以这都是浪费我们在画资源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改呢 好 我先把这张图就删掉了 因为这张图 这张图你能做一些什么比较分析吗 不行 所以Delete 就点一下它 选到它之后Delete 好 那我现在我是不是想要做各年销售统计分析 各年 2013年多少 2014年多少 2015年多少 2016年多少 各年销售统计分析 那请问怎么做 这里面跟年有关系的是不是只有订单日期 或者是出货日期 但是订单日期里面 它就是只用日期来去呈现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刻意的把订单日期的年找出来 所以怎么找 我要先回到PowerPiver 管理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卷轴 这个水平卷轴 拉到最右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功能叫做加入资料行 我要加入这个订单日期所在的年 像例如说这几个都是2016 好我要怎么做到这件事 这边就要请你们稍微了解一下 这边输入栏位名称叫做年 冒号后面的东西就是你本来以下里面在打的资料 以下里面是会打等于ye 好有看到这个year吗 所以type件 好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订单的订单的订单的订单日期 所以怎么样去呼叫出来订单 表格里面 表格里面的订单栏位 用一撇 记住不要打那个储存格的范围名称 所以你看这边是不是可以找上下方向键找到什么 订单 订单 订单日期呢 订单日期 这个 然后type件 又刮胡 请问这些字会不会打出来 这样我们就打完了 其实你真正打的字只有打年冒号ye 没了 剩下都是选择选出来的 我再做一次给你们看 记住哦 刚刚理由表应该在下面 第一件事情 点选Power Pivot 接下来点选管理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卷轴 水平卷轴 拉到最右边 这边我们要看到加入资料行的下面 这一格 请输入 因为我是不是要计算出来订单日期所在的棉 所以我就直接给他栏位名称叫做棉 冒号 好 接下来就向Excel输入什么 等于ye 特别键 然后一撇 一撇是呼叫那个资料表格 像呼叫订单或呼叫退货或呼叫销售人员 都是用一撇 一撇在哪里呢 Enter的隔壁 好 然后去找到订单日期 很多同学好像习惯这边快速点两下 我建议你还是慢慢改回来用键盘 TAP键 TAP在最左边 然后又刮符 Enter 你看这边是不是粘就做好了 做完这件事情要做什么事 关掉 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然后他这边会说 他说你资料模型改变了 这个资料模型改变的话 你只要点选确定 它Power View就会套用 自动套用 Power Pivot的变更 所以当然就点选确定了 好 我还没有要结束 因为后面很简单 我是不是要算各年销售统计图 所以是不是打开订单 勾选 年 年应该在这个地方 年 然后呢 销售额 可是记得要把这个年 因为它是阿拉伯数字 对不对 要把它改成 布灾药 布灾药知道吗 然后琴米 这个年改成布灾药 再画直条图 例如说堆叠直条图 这就是早上我们是不是看到一张 就是2013到2016的变更 可以吗 好了 不过为了稍微有点区别 所以我先后面这个图 等一下再请你画 重点是请你先把 Power Pivot Power Pivot 要不要拍一张照片 要不要把这个画面拍起来 就是请你打出来这几个字 在对的地方打这个字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做完之后呢 记得就关掉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 修改 修改 我们的资料模型 增加 年 首先我们来画这张图 怎么画 本来本来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三张表格 一个订单表格 一个退货表格 一个销售人员表格 然后请点选这个订单表格 订单表格从上面往下 我们是不是要勾选年 年就是我想要知道各年的销售 结果因为它都是数字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自动的把它加总起来 只要是数字 它前面就会多产生一个Sigma 然后接下来请拉到下面 有没有看到一个销售额 好 可是这两个都是数字 记得要把其中的年改成布摘药 它就会变成什么 把它视为是一个文字 都是2013就对了 不加总的文字 然后接下来再请你改 例如说直条图是最容易看的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2013到2016年 这张图 这张图可以吗 好 那你想要把这个值呈现出来 当然会 在哪里 不是设计里面 这个是设计 这是画图里面是设计 再配置 资料标签 麻烦请勾这个显示 这样就有这个资料标签了 我只是希望说 你等一下画出来图 都是有那个显示的标签 就是把那个值呈现出来 好 请勾现在动手先做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再去看 还没有办法完成 那个韩式输入的同学 好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张图在这边了 可是你要联动 我是不是要有第二张图在这边 通常我们会呈现说 例如说2016年的 2016年 这边可以看到 2016年它是不是销售很高 那所以你会想要继续追问的故事是什么呢 是不是 到底是什么类的产品 销售变化 还是什么子类别的产品销售变化 还是什么客户的变化 对不对 这些其实都是应该是你的故事的说明 故事 故事可以了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做那个类别 各位我们的产品类别只有三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先点类别 对不起 要选到外面去 好 所以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勾 勾这一个订单 订单 订单里面的类别 有三类 然后他们的销售额 那请问一下 我是为了先让你们方便说故事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改成 比如说横条图好了 横条图 你可以用群组横条图 或者堆叠横条图都可以 那请问一下 这个横条图 这个横条图 我们是不是要呈现 它的一个外观 就是那个资料标签 所以这边显示资料标签 显示 123 好 不过我建议 我建议这张图 我建议这张图 为了我们等一下上课方便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稍微改一下顺序 这张不能改 请问连续型的资料 为什么不能改 排序 连续型资料不可以排序 它一定要按照原本的2013年 完毕之后 是不是2014年 2014年完毕之后 是不是2015年 不可以排序 要记住这件事 那请问你 技术家具办公用品 可不可以排序 可以 而且通常我们都是按照什么 销售额高低 销售额高低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排序 依据 依据 销售额 地 现在是地 增 现在是地增 所以点一下 是不是变地减 好 这样子才方便 等一下我去说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各年的表现里面 有逐渐 逐渐增加的趋势 而且从2015年 会发现说 加剧 加剧 它排名第一 可是到了2016年 不是加剧排名第一了 而不是技术排名第一 而是加剧排名第一 2015年是不是技术排名第一 可是2016年 换成加剧排名第一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加剧 加剧有明显的成长 你是不是可以讲这件事 你只是在这边点几个按钮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 说明这件事给言听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好不好 好吗 所以请你们 现在要动手去做这一张图 那这张图是不是选什么 这张图选择的是类别跟销售额 然后请做直条图 例如说堆叠直条图 可以吗 我希望至少你今天让我做完前面这九张图 的说明 包含这九张图可以衍生出来 动态图 可以哦 因为后面我们就要讲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会偶尔讲到一两个小小的写函子的部分 那明天早上呢 我们就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写这个韩式 因为我们的这个资料分析一定是跟韩式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 所以呢 这张图就麻烦请你们做出来 然后请你点点看 你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你就要能够告诉别人 到底2015年到2016年是哪一个类别 哪一个类别产品销售最好 可以吗 换你们动手做做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除了要知道说 主要是以什么家具类的改变为 主要影响 那问题家具类里面有四个产品 到底是哪一个产品的影响最大 或是哪两个产品的影响最大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把故事交代清楚的 你不能就直接讲说 就2016年成长最多 结束 不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去画出子类别的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画一个横 横条图好了 群组横条图 建议这个横条图呢 我依照什么来画 依照子类别的销售额 由高排到低 所以排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是全部的资料 全部的资料 所以把配置这边增加资料标签 比如说增加到外侧好了 好 那我们整体性来去看的话 书架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它格式好像能让我们动的 决定来说 你这个是2.3个 2.3个百万 你会不会觉得这字太小了 我想应该会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真的要在这边呈现的话 我们会刻意 会刻意把这些全部都隐藏起来 方便我们去做最大的一个呈现 好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 希望说大一点的呈现 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我刚刚是把上面这个 这个功能标签把它折叠 关掉 就是滑鼠右键 这边滑鼠右键点功能 然后折叠功能区 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比较大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2.31个百万是书架 首先呢 2015年 2015年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很容易计数 这很容易计数 计数跑来第一名 计数 计数是不是排在第一名 对不对 那 为什么很好计呢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整体里面 它在整体里面 它是排在第二名 不是第一名 有看到这件事吗 这边是第一名 2015技术类第一名 它这边是不是跟那个常态 来做比较的话 它其实以常态来说 它应该第二名才对 可是它在2015年 它等于是说 跑到第一名去了 所以这应该还蛮好记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2016年 2016年 是不是发现家具类 跑到第一名来了 所以2016年家具是不是变化比较多 好 成长比较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更想要知道 就是说 那家具类 家具类 书架跟椅子 它在这两年间的变化情形 所以家具类只有书架椅子 因为这两个项目很少 所以你不用刻意的把那个很少的数值来去关切它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2015点下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书架器具 椅子 它都输影印机 所以2015年影印机蛮高的 可是到了2016年影印机其实没有很大的增加或减少 可是增加比较多的是什么 书架跟椅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项目它都比影印机来的多 本来是不是都比它少 现在这两个项目是不是都比它多 好 如果有了这个概念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2016年 2016年相较于前期 它是成长的 而且尤其以家具 家具里面的书架跟椅子的成长 是比较直观 比较可看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子你再去说一个故事 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评有据的秀出来这些资料 好 我想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段 这一段请你们做完 然后我希望说到时候 你看看能不能把自己中华电线一些资料 拿过来做一些应用 真的不是很困难 好 请你们来画第三张图 这个联动我就介绍到这边了 可是这个PowerView 还有还可以画几张比较特殊的图 这是我们一定要先学会的 那这张资料表我们叫什么呢 快速点两下我们就可以叫做各年产品 因为这里面是产品 销售分析 可以吗 我们可不可以来去做一下那个客户的异动情形 可以 你当然也是先画出这个年 然后接下来会有客户的这张图 可以吗 好 那你可不可以再去做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就是这个故事会 会比刚刚我们在以下里面看单一张图表更有意义 所以请问你这里面编的故事就可以 例如说各年各季各季各月的的什么呢 例如说 产品讲过了 客户讲过了 还有像那个地区销售情形 这边不是有地区吗 对不对 或者是国别国家的销售情形 或者是这里面还有地区吗 地区是为了画那个地图 画那个地图 好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新增一张新的Power View 所以要点资料 Power View 这样是不是就有Power View 2了 我习惯 我不喜欢就是 每一张资料表都叫Power View 1 Power View 2 Power View 3 所以我都给予它适当的名称 好 那这一张呢 这一张我想要先来教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客户 很多很多的客户对不对 有客户名称 那客户名称总共多少 所以我们先打 先点它 先点客户名称 然后请把这个值改成什么 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 这边是不是有计算次数不是空白跟计算次数相议 计算次数不是空白点一下 会告诉我总共里面有一万笔记录 如果你点的是 这个相议 总共有771家客户 可以吗 这两个数值知不知道 一定要能够区别 请问一下 请问 请问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当我们今天 一个人 一个人 可能会拥有一只以上的手机 对不对 可是 你就可以去从职业别去分析出来说 商业行为 有商业行为的人呢 他可能会有两只以上的手机 对吧 就是如果你要去做这样子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区别 当这个人可能有两只三只 那我们只算计算 就是说有多只手机的人 有几个 这个时候一定是算那个 C-O-U-N-T Distinct 差异化的个数 这边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懂 一个是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有点像记录笔数 总共一万笔 好 我这边总共有771个客户 请问你需不需要分析出来哪些客户是澳洲来的 哪些客户他是好的客户 应该很希望吧 所以我现在就来分析给你看一下 怎么分析这个你不用做 可是这张散布图我希望你画得出来 因为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客户名称 有客户名称 然后还有什么销售额也有利润 利润在这里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先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客户名称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客户 然后接下来再勾销售额 然后再勾 再勾利润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把图表选成其他图表的散布图 请问一下 我们能不能稍微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散布图所呈现出来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把销售额这边增加一条线 增加一条长处线 请问这里的客户叫做第一项线的客户 对不对 第一项线的客户好不好 第一项线的客户好不好 因为这是零以上 利润 利润 以上 所以这个客户好不好 好 因为它是有利的 然后其实只要是这条线以上的都是好的客户 如果一家公司 这边占多数 这边大概只占个一成 那我觉得还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会希望最好这里越少越好 对一家公司来说是这样子嘛 那请问你最好的客户是谁 是不是他 徐禅 徐禅 最不好的客户呢 在这里 他是 如岸 你看哦 我们对他销售五万四 而且呢 这边利润是负八千五 利润是负八千五 各位有没有什么概念 利润是负数是什么概念 你们知道吗 赔八千五 就是没有赚到他的钱 然后还倒贴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 那个等于是说 把材料卖给他而已 反正你卖给他 例如说五万四 结果利润是负八千五 那这代表说 他可能给了很高的折扣 好 我只是要提醒你们 就是说 用这张图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画出这条线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通常我们会增加个什么趋势线 趋势线 不过这个软体 这边不能做 这是比较可惜 但是PowerVI 通通你想要做什么 通通都会帮你画出来 好 不过重点是 你会不会做这样一张散布图 画出第一个有什么 第一个是不是 客户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销售额打勾 利润打勾 然后请把它改成其他图表的散布图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至少这边的客户是不是好的客户 如果当我们今天有新产品发表 是不是要通知这些人 这边也不错啦 只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小气一点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跟我们买的东西比较少的 那这下面这些人要不要请他来 绝对不要 对吧 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做所谓的一个客户的基本分群了 好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张客户 客户的那个 销售利润分析 我们再继续做 我们再继续做 我现在换另外一个题目 我要把散布图变成动态 因为大数据分析里面其中除了可以看联动 还有行为模式是很重要的 例如说好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针对那个顾客的行为 他一下转到那个 台湾大科大 一下又转到远传 然后再转回来中华电信 对不对 可是真的有人 至始至终都在中华电信 对吧 所以你应该要去分类一下那个顾客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予那种始终中华电信的 消费者比较多的优惠 而不能一视同仁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处去分析有一个行为模式 我们现在来好好看 玩玩看 行为模式 好了 画面就用一下 我这张图就是顾客的销售利润分析 我可以知道什么 我透过这条线 还有这条线 其实我可以知道这些人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客户 所以当我有新产品发表 我针对他们来去做通知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 再增加一个视觉化图表 这张视觉化图表我想要分析什么呢 我想要去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 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的那个 纸产品 纸产品好了 我们总共有多少个纸产品 纸类别 然后把它变成唯一的技术 总共有17个纸产品 这17个纸产品 我想要把它的动态 各年的动态画出来 好 所以我们来看怎么画 首先呢 勾选纸类别 纸类别 总共这17个纸类别 你记住只要画这边 纸类别 所以第一点选纸类别 第二 请勾选 销售额 还有利润 这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可是这个图就简单多了 因为它只有17个点 这里面是不是只有17个点 对吧 通常我们针对这样子的点 我们一定要去画一条趋势线 趋势线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趋势线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产品的销售 以及利润 到底多服从这条趋势线 请问 在这上面的 在这条趋势线的上面 好不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是销售好还是利润好 利润好 对吧 好 那请问你在这条趋势线下面 也有一个这个产品 这个叫桌子 好不好 不好 请问是销售不好 还是利润不好 听得懂吗 有人看不懂 有人一直在说 为什么不是销售不好 他销售还不错吧 销售还蛮右边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桌子 跟这个收纳句 其实销售的都还蛮不错的 可是我们所谓讲好或不好的话 在这个地方是以利润来去谈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条趋势线的关系 好 所以请问他是不是远离这条趋势线 所以如果你要调查他 这是值得调查的 例如说 有没有可能 就是 反正就是从中在搞鬼 就是先看那个远离这条趋势线的 好 那接下来 请你仔细看一下 这边 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一个播放轴 请问这张图会被画 会吧 对不对 只是刚刚这边跟客户的主要差别 差在什么地方 纸产品 对不对 纸产品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播放轴 请把 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年 放到这个播放轴这边 请把这个年 放到播放轴这边 然后 你就可以去播放了 这是什么意思 再播放一次 再播放一次给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产品 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产品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点一下它 它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它的行为轨迹 2013年在这边 2014年在这边 2013到2014是不是 请问2013到2014是不是往右下跑一点点 往右下跑好不好 对不对 本来是不是大家都是要往右上跑的 现在它往右下跑 好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利润稍微下降了一点 对不对 好 可是后面两年 它是不是大幅的成长 而且是在利润上面大幅成长 看得出来吗 这就是器具的行为模式 重不重要 我现在是用年来看 如果你的老板一定会请你 从月的角度来去看它的变化 请问一下 台风来了 气象局的局长 气象台的台长吧 请问他们多久要出来报告一次 说现在台风的走向 是一年出来报告一次 还是一个月出来报告一次 还是每小时报告一次 每小时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那个行为台风的行为路径 是不是应该每小时关切一次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那你觉得你的老板会要求你 去观看这个行为模式的改变 多久要看一次 我觉得至少要一个月 那你现在有观看一个月的能力之后 你的老板应该是看年 年知道吗 他只要知道那个大方向就好了 我还要在 因为这张图我怕你不会看 那你做出来动态图是不是就蛮可惜的 你请问以色列有动态图吗 这不就是以色列吗 不是啊 这本来就是以色列啊 可是我真的告诉你 他格式化很丑 你会希望动态图里面 至少那个点稍微大一点 你要看在哪里改 根本就不能改 就是改的格式蛮有限 好 现在这不是桌子 你看到什么 往右下跑 对不对 哪一年往右下跑 我怎么觉得是2016啊 这边啊 这是2016年耶 跑到右下角去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发生在2016年 同意吗 就是2013 2015 其实这三年还好耶 可是到了2016年是长得大幅度的往右下跑 这样就很不好了 因为你们一定要知道说 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去查那个报表 你才不会花白宫 如果你去查2014 是不是就早一年都找不到 因为他的问题点是在2016年 好 有没有问题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请问一下我刚刚做法跟刚刚上上一个散布图客户的销售利润分析 只差在一个地方 就是把这个年 年还记得吗 搬到播放轴 就这样子而已 好 然后你就可以 如果你点他 你看2013 2014 2015 是不是都在这边原地打转 可是到了2016年就快速的往右下跑 换你们做了 你们喜欢玩这些东西的话 真的可以推荐你们明年再请我来教POWERBI POWERBI全部都在讲这些 而且我会希望最后你要学会那个简定 你不然画出这些图来就直接给主管看 这样都不好 而且很难得 我加入桃园扬眉 因为我觉得就因为说人才要进来 还是什么东西要卖出去 然后就想说来高雄看一看吧 真的大数据分析 大家一定要具备这个能力 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想要去 其实这两个这个档案很大 这个档案你想象不到 他其实就是这样画这张图 他要消耗的资源是很多的 还有这一张图 他要消耗的资源也很多 好来我们继续来再画一张资料底下的POWERVIEW 好我看这样好了 其实圆形图各位都不难去理解 我先画地图 画完地图我想要至少下课之前 我想要新增加几笔2017年的资料 我要告诉你说这整个图会怎么样去画出来 好首先首先我现在画地图 地图是不是在这边 我们用的是地区 地区 好那当我现在点选地区 地区不好 最好是城市好了 城市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城市 然后各城市的销售额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是不是当用地图来去呈现 并以色尔没有 我先介绍那个以色尔没有的部分 这就是地图 然后你看哦 这个地方它出现什么 我开到最大画给各位看 然后把这个缩小 他说太多城市 无法显示所有资料 请筛选资料 他不让我去呈现 所以我把那个城市放在这个地方 城市不可以放在色彩里 放在这个并排显示依据 放在位置里面对不起 放在位置里面 然后这个位置 地图嘛 所以一定要放城市名称 那如果你放国家也可以 可是它就只有一个中国 好这边启用内容 那可是你看这样子 是不是很多很多城市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会画到这个地方 同川 那是还有画在澳洲的淡水 这是因为如果说那个相同的地名 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建议各位最好在画地图的时候 用县市加行政区 例如说好了 台中市是不是有北区 基隆市有北区 台南市有北区 所以建议各位最好是把那个 台中市北区合并在一起 让它去跑 它就会跑出来 就是在台湾的里面 绝对不会跑到台湾之外 这件事情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我们先不管这些画错的 我们重点是要管这个部分 这里面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很大的圈圈 因为大小我用销售值 你游标一过去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个上海 可是地图 请问你觉得地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地图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要去看它的临近关系 有没有那个扩散性 或者是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希望调查出来 这家人用中华电器 某一个人用中华电器 例如说爸爸用中华电器 通常 妈妈可能也是用中华电器 那个小孩子也会用中华电器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子 像我后面电话号码是250999 后来他就打电话问说 那个什么开台 又产生了一个250999 问我要不要这个号码 所以我就问我太太要不要 他说他不要 他要用他原本那个乱七八糟的号码 知道吗 那我就问我大米罗要不要 他就说他要 不过现在已经很少人接电话 是为了在讲正事 都是用LINE 所以我是要告诉各位说 我们看地图有几个重点 你需要去做分析 第一个他有没有临近关系 像请问我们现在 你大概可不可以看出来说 好像 好像 就是 这个地方比较多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也比较多 就是这条线好像也比较多 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像他有群聚的那种感觉 好 可是通常你不觉得这样太多了吗 因为资料太多不太好分析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那个 例如说销售额大于1万的 我们才呈现在这边 所以我想顺便教你这件事 那有些城市那个销售额就很低 你也画了一个点在那边 有点浪费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你看这个点是不是很小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点 外面 外面这个点是 数周 比较多 那里面这个 家喻官 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5万以下的先拿掉 好吧 顺便教你 这边有一个筛选 我是不是把那个销售额 颁到筛选这边 然后请你把5万以下 5万 5万要搬到什么地方 对不起 我们先把2万好了 2万 剩那么少 好1万好了 1万 可以吗 这样会比较好看 因为你越多个点 是不是越不好看 好 那我们再来 变2万 所以这边这几个点 都是超过2万 分别有上海 然后距离比较遥远一点点 有洛阳跟深圳 可以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 这边有几个城市 是聚集在一起的 而且这应该都是2万起票的 这个城市 代表 代表这边的话 是值得我们在密集的再多开几家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那这个附近 好像大家就只有上海比较多 但是其他就没有那么多了 好 那我觉得地图 地图 地图 你就只要用什么 用城市跟销售额 记得把城市搬到位置 然后画出这张图 画出这张图 画出这张图 麻烦请用那个 把销售额搬过来 去调整一下 你看你要不要缩小那个检视的标准 这就是地图 反正我这个范例 我到时候会放在成品那边 你们就去下载下来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我们的 我们刚是不是有订单 退货销售人员 对不对 我们有这些资料 可是我们的订单 订单是不是只做到2016年 有没有2017年资料 没有 我所指的2017年是指订单日期 要超过2017年 就是我这边画的这张图 是不是以这个销售额来画 对不对 是以这个年来画 这个年是依据什么 订单日期 所以如果订单日期是2017年 1月1号都可以 他就应该要在这边 产生2017年就对了 好 请你先注意这件事 所以在订单这边 最下面那一笔 会不会到最下面那一笔 END往下 假设这边是不是 100,000 我就先复制了 复制 我就加5笔资料好了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贴上 然后请把这个改成什么 2017年1月2号 2017年1月3号 可以吗 比如说4号5号6号 那当然啦 当然这个也要改成2017年的1月3号 你就随便编 发货日期嘛 发货日期不可能是在订单日期的前面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日期加一天就好了 好了 重点是这个值有看到吗 我们都改成1000 销售额1000 所以5天是不是就5000 那利润 假设了利润是100 200 300 400 500 可以吗 这是我随便打的 请问重点是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本来 有没有这5笔资料 没有 这是不是很重要的重点 可是现在我有了这5笔资料 请问 那个资料模型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请问 这个PowerPivot这边 你要做什么事情 全部更新 全部更新 我们来看一下 发属右键 发属右键 我们先把这个 好 所以PowerPivot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叫全部更新 反正他现在就在做更新这件事了 所以你看你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1005笔了 对不起 这几个数字我没有改到 对吧 就是1001笔 1002 好 我还是改一下好了 这样给他感觉更像真实的资料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不是叫做1001 复制下来 然后我用的是数列的方式 可是我现在有多增加了5笔的记录 我们的资料模型不知道 所以记得PowerPivot这边全部更新 好 全部更新 请你拉到最下面 我还是开到最 我为什么不开到最大化给你看 就是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这个跟下面这个是不一样的档案 这个是Excel 这个是PowerPivot PowerPivot做完就必须要关掉 所以把它关掉 请问一下 这张图 年 各年销售 统计分析 是不是理论上 应该2017年的资料就要跑出来了 对吧 可以理解吗 好 我们现在点一下它 可以吗 可以吗 5000 是不是显示在这边5k 5k就是5000 你们觉不觉得以色谣可以做到这件事吗 不可能 可是现在可以了 这样了不了解 我今天大概告诉你们这几个很重要观念 联动 联动很重要对不对 帮助我们来去说故事给长官听 就是那个逻辑性整个讲完 联动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什么很特殊的动态图 这个叫行为分析 行为 对不起 因为2017年是不是只有一个有资料 行为分析 2017年 因为现在跑到2017年了 是不是还有看到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可以吗 好 所以我只是要特别特别请你注意一件事 当你订单资料增加的时候 你要怎么告诉你那个资料模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增加在下面 资料 一定要增加在下面 因为它是一个格式化为表格 所以请你增加五笔记录 你会不会增加这五笔记录 随便加知道吗 随便加五笔记录在最下面 第二件事情 要麻烦请点POW PIVA 这边有一个叫做全部更新 第三件事 你一定要点这个 你个年产品销售分析 这个部分 你就做完了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三件事 应该记得住吧 再坚持一下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麻烦你先回到订单这张资料表 加五笔记录 五笔 一定要2017年的五笔记录 好 其实我刚刚也差不多做完就是下午的内容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来去做资料分析 其实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 你们说是不是 好 好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再去探究 决定来说 当我们今天 我们想要去透过数学公式 来去分析一下这里面资料到底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这个时候 韩式的使用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明天早上 要花一点时间 我会希望说至少让我们了解 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韩式 叫做 Calculate 智慧函数 它的大名 中文名字就叫智慧函数 让你见识一下了解一下 它多聪明 多聪明的一个函数 那 再来就是 我们下午就会希望说 你把我们做好这些图呢 表 都要例如说应用到我们的 例如说 Word里面 应用到简报里面 那有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都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 好好的来去玩一下 那 我们今天课程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我其实已经把那个成品放在网路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就去下转办例啊 讲义啊 还有产品啊 不办 就在这个网址 就在这个网址 好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上到这边了 麻烦离开的时候关机 那明天早上9点钟 对不对 明天早上9点 我们就准时开讲第二个内容哦 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没有问题可以留下来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